陈亚兰出席香港影视展宣传杨丽花歌仔戏中校结议 力声百合国际娱乐提供大纪元 2019年3月18日训杨丽花歌仔戏中校结议历经4年的前置筹备与拍摄 宣告今年将正式在公安电视台首播 这是杨丽花继君臣情深之后 睽違15年的电视歌仔戏作品 同时他们也获邀参与2019香港国际影视展 陈亚兰宣传杨丽花歌仔戏中校结议 力声百合国际娱乐提供此次参展 相由杨丽花授权子弟兵陈亚兰领军前进香港 今18日记者会现场公布的首支片花震撼全场 这也是台湾歌仔戏第一次进军国际 颇受注目 这15年来观众都希望能够一睹她的风采 陈亚兰透露 杨丽花为了传承文化 付出策划这部电视歌仔戏中校结议 通过中华民国文化部此次旗舰暗语电视的传播力道 传达中校结议 这四个字是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中重要的道德标杆 而杨丽花也说过 这辈子的使命感就是要传承歌仔戏 她更提起 歌仔戏题材最多的就是中校结议的故事 她想要透过自身的影响力 重新让歌仔戏走回家庭 让更多年轻人来看歌仔戏 当年的歌仔戏 可说是最早的偶像剧 透过电视的镜头语言及运镜 可让观众看到戏曲的细腻表演方式 进而打动人心 杨丽花睽違已久宣布推出歌仔戏中校结议 力声百合国际娱乐提供陈亚兰说 杨丽花此次制作歌仔戏 凡事几乎是亲力亲为 从演员的妆容到现场的不景陈设 以及现场新人演员身段的指导 不与后制剪辑片段等都是一而再的确认 只为了将最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 此次演出阵容 除了杨丽花与陈亚兰领军演出外 还有我是杨丽花选秀最终选出的 20位新人演员加盟 陈亚兰说 杨丽花不断地提醒这些年轻人莫忘初衷 毕竟电视剧是会广为 流传 只要有一个小细节失误 自己再回头观看演出是会后悔一辈子的 陈亚兰出席香港影视展宣传杨丽花歌仔戏中校结议 力声百合国际娱乐提供为了能面面俱到 以及将经典传承 杨丽花教导新人不予一力 光是画眉毛这个细节就叫了半年 杨丽花歌仔戏中校结议 今年将在台湾电视台首播责任编辑梁孟竹